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聽說新北運動經濟蓬勃發展 我們目前在新北市政府110全運會GAME ONE主題展 今年內容滿滿 中央區塊 有製作精巧的全運會積目展 大家不妨一起來參觀一下吧 但我個人最期待的還是西側的電競體感專區 主題展稍後將要正式開始 大家跟我走 GO 今年的全國運動會將在新北市舉行 也是首次將大家最喜愛的電子競技 納為了正式項目包含英雄聯盟 如實戰技這兩款遊戲 由於新北市政府早就留意到了電競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除了大力推動電競賽事之外 同時也進行產業人才養成 在2018年時於山重成立了新北電競基地 以培育專業的電競產業人才 電競基地有對戰台、導播室、攝影棚以及電競教室等等 今年更將課程延伸到電競企劃、電腦繪圖、動態捕捉攝影等主題 以培育出更多的電競幕後工作人員 希望這樣完整的產業鏈合作 能為台灣電競圈注入新的動能喔 現場粉絲互動樂落 嗨翻全場 相信各位粉絲也很想要更加的了解我們麻吉團隊 叫由我來為大家來多問他們一些問題 大家好我是麻吉的上路利凱 大家好我是麻吉的打野Gemini 請問你們戰隊知道今年全運會有電競賽事嗎 知道啊 我覺得非常的興奮 而且很開心 我覺得能在全運會納入電競是蠻好的 因為像在2018年亞運才剛加入電競 我覺得全運會這樣也可以培養出我們下一屆的亞運選手 相信對於很多的選手來說 能把這個電子競技納入為正式的項目 都是一件非常值得開心的事情 也是大家很樂見的 那請你們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麻吉的中路吉米恩 大家好我是麻吉的輔助Koala 大家好我是麻吉的ADATLEN 那請問你們對新北市府在電競推廣上的想法 在人才培育方面政府提供非常多的 就是相關課程跟相關的產業 就是幫助這些想加入電競產業的人 有更多的培訓 而且這兩年新北市政府有舉辦亞洲電子競技公開賽 而且這次全運會也有增加英雄聯盟跟爐石戰機項目 可見新北市政府對這一塊的用心程度 那麼看完了以上的訪問 相信大家對電競也有更深刻的了解 電競它真的不是只有選手在打比賽而已 在中間它還需要很多的賽事企劃 製播等等幕後人員以及產業的資源 是一個需要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共同成長的產業 那麼這各界資源的媒合 也要靠著我們的市府的溝通與協調 才能讓電競運動蓬勃向上 也希望各位觀眾在打遊戲之餘 能夠多多關注我們新北電競的發展 小雪莉在這邊跟大家說再見啦 掰掰